嗨,大家好,小一致 這一集開箱DoubleTips 2021年這個Hankover 這一個小包 那一樣是跟衣服比較像的這個夾鏈袋 拿出來 好,然後就是小包 那小包的材質是鋸質纖維 就是這種像帆布袋有沒有 聽起來很廉價,但就是DoubleTips設計的嘛 好,然後這邊有車這個DoubleTips的布章Logo 好,然後 我打開來動一下 那拉鍊的部分給你們看一下 它這拉鍊設計比較跟一般的布一樣 是比較密的這一種的 但它又不是防水膠條 我們看一下 然後再來抽繩 抽繩是不可以拆的 然後它這邊是用膠條去做 連接的 好,那這邊就拆開來 然後就不拆了 好,然後再來看到內部 我看一下喔 稍等我一下 內部的話它是有兩個夾層的 我剛剛原本是想要看有沒有按帶 這樣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它內部是有兩個夾層的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有一個 應該還可以 我拉近一點好 你可以看到它是中間有一個隔層 所以說 你可以在收納上是比較方便的 就帶一下 好 然後大小的話是可以放 就是 嗯 嗯 官網它的那個形象影片 是用來放好像隨身聽嘛 那其實它的大小放手機是可以的 放手機是ok的 放一支iPhone或是 反正手機是可以的 或是有其他的用途啊 小錢包 鈔票 之類的 但是這種小包 我自己建議啦 就是不要被放太多東西 不然它鼓鼓的 其實就不 我覺得就不帥了齁 我覺得了啦 就輕便 出門輕便這種小包 好 那大致上是這樣 嗯 如果對商品有其他問題啊 或有需求 歡迎再來去聯繫 掰掰